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莫非 韩芸差点就见不到您了 玉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 你没事了 是大管家 是她将我推下塔 若非嫂嫂和紫衣科大侠 女儿早就魂归离恨天了 如今她还要借此来 无限嫂嫂和紫衣科大侠 她让靖言告诉我 说嫂嫂在玲珑塔上设宴 我到了塔顶后 她便将我堵了嘴 捆起来吊在第八层塔基隐壁处 大管家还吩咐靖言 等紫衣科和嫂嫂一辈引到塔中 便割断捆我的绳子将我摔死 最后由春红来抓嫂嫂与紫衣科所谓的奸起 果真是春红你这剑蹄子污蔑莫尔 那靖言呢 她去了哪里 靖言在此 本山人虽然被靖言诱至塔顶 但我有听声变位置 便发现了被绑住的韩玉郡主 所以我救下韩玉郡主 将计就计给靖言换上郡主的衣衫 并将她丢下塔 为的就是揭穿这秦大管家的真命 一派胡言 我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 你当然有理由这么做 因为你就是那个天理教在王府的内奸 张大人 你们怎么来了 是我让人去通知他们的 因为 儿子已经认出了那日天理教教徒的头颅 正是秦大管家的独子秦如海 西凉墨 你分明于这子一可有人 你们杀了我儿 还害我至此 雕虫小技 还敢在本山人面前献丑 张大人 这个人就交给你们了 不 不是我 是秦大管家比我的 我 怎么办 事情败露了 不会说话 请不要说话 如今一切水落石出 各位往后还有什么细想演的 穆儿一定奉陪到底 今晚就让那青年老妖得意回好了 我是想问问她审讯秦大管家的结果 才不是想见她 奇怪 每次插了梅花 那老妖你也明明不到半个时辰就会出现的 还等个屁 我自己睡了 臭老狐狸 笨小姐再也不在窗里上插梅花了 那个时候 我以为那一晚只是意外 却没想到 此那一日后 百里青就再也没来过得汪府 郡主 您怎么来千岁府了 老甚不是三日前便向您告假 说千岁府上有事 我需要先回来一趟吗 您 我是来找师父的 怎么 我不能来吗 百里青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否则 不可能把何嬷嬷突然召回去 千岁爷今儿不在府上 您还是回去吧 嬷嬷 我想听实话 若您不方便告诉我实话 也请您替我向师父通传一声 让她给我一个准信 我好做下一步的安排 千岁爷 这几日练功到了闭关的时候 其他事情都要暂时缓缓 她吩咐过不见任何人 郡主这是怎么了 她往日向来识时误 是比谁都要清醒明白的人 今次千岁爷下了这么明显的逐客令 她却仿若未决 真是固执 没关系 那我便在师父平日见我的房里等着 她什么时候出关 我便等到什么时候 郡主 您请慢用 咱家就在外面候着 您有什么需要的 再吩咐我们 那就麻烦公公睡一觉了 动手吧 把这个太监的衣服换下来 是 肥小白 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如何 就看你这次的表现了 你可要帮我 好好找到那妖孽的所在之处 这几日 白礼青都有前往御书房露面 去连通知我她另有安排的时间都没有 这种诡异的情况 要么是她瞒着我在做什么 而此事对我不利 要么 就是她出什么事了 闭关只是托辞 而在御书房的根本是个假货 这里真的是白礼青的府邸吗 好荒凉啊 白礼青向来追求完美奢华 怎么会允许府里存在这么一个破败的地方 居然还真的有狗洞 死肥鸟 又让我发现你耍我 你这辈子都别想好过了 姐姐 你是谁 这里怎么会有人 不对 我穿着宦官服 他怎么发现我是女人 啊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画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新煞古鸟 新煞古鸟 什么东西 鞋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元英雄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鸟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最不容忠 就连斗雀工的古鸟钉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崛起之路 写下 崛起之路 崛起之路